它的內餡現在看起來還蠻多的 它已經爆漿了 然後它中間的醬很好吃 中間醬很好吃 不會太甜欸 C442 Bottle Besties 嗨 大家好 我是米萱 我是洋洋 我們今天呢 在全家房間讓人非常心動的東西 哇 巧克力 耶 它是跟什麼樣的合作啊 它這個牌子呢 聽說是法國的一個精品巧克力 我不知道正確念法 我就隨便唸一下 叫做Mombana Mombana 像一個法文的腔調叫做Mombana Mombana 不知道為什麼會用一個Bonjour Mombana Mombana 的感覺 然後這次呢 他們在全家總共合作了七樣商品 但是我們中間只有六樣 因為還有一樣呢 叫做雙淇淋 買不到 我們跑了很多間都買不到 真的 不是沒有雙淇淋機 就是 壞掉了 所以我們今天呢就是來 開箱就是這麼 看起來就很美好的巧克力 開吃 好 那首先我們第一個要來吃的呢 就是這個 巧克力起司三明治 售價是三組元 巧克力加上起司 都是好吃的東西耶 我好像還真的沒有這樣吃過耶 我這個吐司加熱之後超軟的 我為什麼聞到香蕉味 所以熱的巧克力就很想要搭配三角耶 喔 漂亮的孩子 巧克力那邊是好吃的 有起司很好吃耶 有 跑出來了 好好吃喔 但它一定要加熱 我覺得會差很多 它加熱之後吐司都活過來了 嗯 它起司蠻特別的耶 它的起司 就是與其說是你想像中的起司 不如說是乳酪 起司其實沒有什麼鹹味 可是增加一種很濃郁的感覺 然後這個巧克力醬 蠻特別的 我覺得很剛好 跟以往吃的味道不一樣 不是死甜的味道 也不是那個很甜的那個 榛果巧克力的味道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這個早餐搭配還有49塊 喔 划算 我要買 它是我新歡樂 預見肉鬆蒜什麼東西 去旁邊 巧克力起司三明治 我們給它分數是 8分 接下來呢 我們要吃的是 巧克力雙層杯子蛋糕 售價是32元 扒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雙層在哪裡呢 聞到很香的那個蛋 蛋香味 雙層 它這個杯子蛋糕呢 上下是不一樣的顏色 所以味道可能會有一些差異 味道比想像中淡一點 因為剛剛第一個吃的有巧克力醬 滿濃的 但是我覺得它味道 主要都會在下面這一層 下面這一層它裡面有一點點巧克力 對 所以吃起來很濃郁 然後濕濕的感覺 上半部好像味道就沒有那麼濃 它的杯子蛋糕很濕耶 不會讓你吃起來乾乾的 就是有點濕到像布朗尼的感覺一樣 而且一捏就快碎了 而且也是沒有想像中那麼甜 感覺這一次這一波都不會做那麼甜 都是剛好的甜味 對 對啊 這個好吃耶 還不錯 巧克力杯子蛋糕 我們給它分數是 7分 下一個 格紋巧克力麵包售價是35元 它有做那種格紋的感覺 冬天大家不就很愛格紋 我覺得它跟衣服有搭配 這很像沙發 沙發 它就是巧克力菠蘿吧 想騙人 喔 不太一樣 哇 只有中間這一坨有醬料 我突然覺得 它的巧克力不像巧克力醬 像巧克力卡士達 嗯 沒有那麼甜的巧克力卡士達 這個很適合加熱耶 很香耶 嗯 加熱 好 我們的麵包加熱回來了 嗯 我覺得它變得更讚了耶 對 有點半融化的感覺 麵包變軟了 好吃 我覺得加熱吃更明顯 它是卡士達的口感 其實它中間這樣很集中 就是你吃的時候就要 左右一直換一下 不然你又一下把醬吃完 自己調劑 隔魂麵包我們給它分數是 6.5 我拿著它一直掉 讓我有點阿渣 一樣你在那個袋子裡面吃的時候 你也會一吃它也會從那邊掉出來 真的蠻討厭的 我不太喜歡這種會掉來掉去的東西 下一個 法式巧克力薄餅售價是45元 喔這個看起來超好吃的 它看起來就很美味 真的 好期待它喔 希望你不要讓我們失望 誣不可以 它感覺裡面有兩種餡料 一種比較像是奶油醬 一種是巧克力醬的感覺 然後還有就是麵包 有可能 有可能裡面有三成 麵包蛋糕 然後巧克力醬還有巧克力奶油 然後這個果餅很像是軟掉的可麗餅 法式可麗餅都是軟的 喔 有脆脆的巧克力口感耶 吃下去一層一層的耶 而且這個巧克力味我覺得是現在 目前為止最濃的 然後是那種苦甜的巧克力 吃起來是非常有吃出來的巧克力 它很多層次喔 然後你也不用怕你覺得它太苦 會出現苦味的是下面這一層 最黑的巧克力 就是你吃的到口感一塊一塊的地方 但是上面的巧克力蛋糕跟奶油的部分 的甜度剛好可以綜合它 對 吃起來很高興耶 對 但是我是喜歡牛奶巧克力的小朋友吃 但我覺得這個果餅好貴喔 巧克力果餅我們給它分數是 7.5分 下一個 巧克力泡芙售價是45元 外面是脆皮的 然後有兩種巧克力醬 我知道莎莎的東西蠻好吃的 莎莎的東西 莎莎是醬嗎 莎莎是上面的皮 喔它的內餡現在看起來還蠻多的耶 它已經爆漿了 嗯 焦糖的味道 我覺得它餡算很豐富的 它這個吃起來我覺得口感也是很豐富 它的那個泡芙皮雖然是比較濕軟的那一種 可是因為它上面有一層脆皮巧克力 然後那脆皮巧克力 巧克力裡面有 很像焦糖 對 一粒一粒焦糖 然後你吃下去就會有脆脆的口感 而且我怎麼還是要有一點花生的感覺 它裡面有花生餃跟花生粉 難怪 嗯 喔對 中間有 中間有 那個莎莎的是花生粉 所以我們吃掛包撒那種花生粉的那種莎莎 顆粒感 喔 好酷喔 它有焦糖的味道 然後有可可巧克力的味道 然後花生 花生甜味 然後它中間的醬很好吃 中間醬好吃 欸不會太甜耶 不會死甜 可是它是偏甜的 很棒 欸你怎麼感覺有兩種醬啊 真的嗎 右邊是牛奶糖的味道 是牛奶糖對不對 嗯 有欸 它的內餡一半是滿滿的巧克力卡士達 然後一半是牛奶糖味 這個泡芙也太多東西了吧 它完全吃一個泡芙 好豐富喔 多重享受 而且它不是那種 它是有融合的 嗯 巧克力泡芙我們給它分數是 8分 超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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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最後一個 猛巴拿可可飲 售價是75元 我們今天的壓軸超貴 75塊耶 超貴耶 天啊 快要一個雞腿便當了 真的耶 但是呢 它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 它的紙杯是這次限定的 對 它這邊有一些虛線 我覺得它是拿來可以摺東西 但我不會啊 加油 我要Google 它就摺這樣嗎 我把它摺進去就變這樣了 這個先放在旁邊 如果有人知道它可以變什麼東西的話 告訴我們 它這全部倒出來就這樣 真的很小杯 75塊 這杯75塊 我們每喝一口都要煩著 就是感恩的心 珍惜 它味道蠻香的 很香耶 很不甜 但是很濃的可可味 然後有一點點的微苦 怎麼了 妳喝了很大口 好喝 好喝 超濃耶 濃到很 非常濃 濃到它就燙燙 嗯 75塊好 高級的味道 喝一個奢侈感 好但是75塊 我花不下去 我也花不下去 它又不是 喝了可以身體健康 甲巴黎 那個75塊的可可飲 我們給它分數是 5.5 6分 5.5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 全家巧克力記的開箱 那我們這次呢 我們選出的VIP就是 1 2 3 泡湖 超好吃啊 超好吃 多層次的口味 很值得大家去買一次來吃吃看 真的 好吃 很特別 推薦 推薦 很想吃掛包 花生粉的部分 對 然後大家如果有去吃到雙麒麟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你覺得它的雙麒麟怎麼樣 感覺應該是偏那種 偏濃然後不甜 偏濃 偏苦的 對對對 我覺得味道應該是跟可可飲差不多 我猜想啦 我的猜想 好那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一個喜歡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有什麼想說的話 或希望我們做的事情 對下留言來告訴我們 絕對不要忘記發我們的 Instagram跟Facebook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